康丽华58岁 散偶 无住房 退休金2600元 自从康大姐陪着闺蜜陈玉香陈大姐相亲的那期节目播出后 康大姐豪爽开朗 为朋友仗义直言的性格 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康大姐说 她如此豪爽的性格多半源于自己的民族 我是不会说蒙族话的蒙古族 我去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完了我穿上了蒙古的服装以后 她说 哎呀她怎么就跟咱们的民族人一样 我说本来我就是蒙古族啊 你看我这圈鼓高就是蒙古族 我看你大 蒙古族人就长九坑的人多 因为啥我爱能歌上舞吧 可能跟我的民族有关系 唱歌不是我的强项 朗诵比唱歌还要强点 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下面把那个梁柱奉献给大家吧 地草清清花盛开 菜叠翩翩 天旧徘徊 千古传颂 深深爱 山伯永恋 祝英台 康大姐说 好在现在身边有陈大姐 这个好闺蜜陪伴 要不老公总后的这几年啊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度过了 我那个我家先生以前是 他在那个我们的车队 后来分到个人了 他就自己家就开汽车了 后来做点生意 我就是出了学校 我那个宣传队后来解散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家送孩子 我是两个儿子 一个结婚了 一个没结婚 现在我跟儿子一起生活 自己没有房子 我老伴吧 他是那个突发性格子 他就走的时候 反正以前的时候 互相之间吧 反正也唠嗑 这两口的嘛 有时候说的 我要是先走了 你找大地 他说的 那意思 一个人呢 终于不是事 他说我同意你找 那意思就是 你只要你幸福了 我的印象地府 也能祝福你 万一谁走 我就互相地祝福 是不是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 老伴去世已经四年整了 原本打算守住那份思念 独守到老的康大姐 因为这次疫情 愈发地觉得 一个人的日子 实在太难熬了 尤其是这回那个疫情 非常时期 一个人在家真是孤独 所以 就是想找个终生伴侣 那想找个啥样事的 跟我说 想找个啥样事 我的要求不高 他自己独立有住房 有退休金 房子多大平均 40平均以上就行 40平均 40平均最低 你有100我也不想 我这个房子大 你有40平均我也不想 我小 有什么你就学习 你就学习 只能住下老两口就行 好 这其他的呢 其他的性格最好 我爱艺术 他最好是爱文艺的 如果不爱文艺也可以 我唱歌跳舞 他能欣赏我 必须有房子 有退休金 最好还是爱文艺 这是康大姐告诉红娘的 择偶标准 就在红娘努力按照 康大姐的标准 给他学习老伴的时候 康大姐这边突然打来电话 告诉红娘 她现在的择偶标准 变了 我爸自身条件不好 哪儿 那我身体不好 咋的了 有机会痰尿病 第二吧 我家那个 还有个儿子还没结婚呢 如果这个男人不想和我有痰尿病 第一 第二点 不想和我儿子没结婚 他就是武大男我也嫁 他就是武大男我也嫁 我最后悔了 我可以能够